戶櫃白頭 戶櫃是牡丹花的象徵 牡丹花是花中之王 花開的大朵,顏色又艷逸 花形又非常的多 自古以來,很多的畫家經常畫牡丹 這是雅俗共賞的這個題材 而且是花繪中最漂亮的花 那現在這個照片上的是 在台灣山林溪的牡丹 牡丹要生長在氣候比較冷一點的地方 日月溫差大的地方 那台灣的平地都天氣太熱 在深山高山裡面 晚上的溫度就比較低 比較適合培養牡丹 牡丹花的顏色很豐富 花形也非常多 有比較延伸種的單磅 還有腹磅的,千蟲磅的 還有各種的花色 像比較有名的啊 綠色花叫豆粒 紫色花是胃子 還有這個二橋兩色的 那首先呢,我們要準備生鮮子 畫血液的花會一定要準備生鮮子 這是在課堂上,這個視頻 所以必須把這個手機再換個角度來觀看 首先我們這個毛筆,筆尖沾洋紅 筆先洗乾淨 那這個筆呢,這個顏色一定要深淺之分 這個,它的花瓣都是一層一層的 所以我們要一層一層的畫出來 現在是畫裡面那一層 那你在交接的位置 你要特別注意,要秤出前面剛剛第一次畫的那一層 那這樣就是兩層了 那樣的那些 那樣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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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那樣的畫面 那樣的畫面 現在再來是畫花心的地方 顏色比較要重一點 重一點的話 就更能夠表現出這個立體感出來 還有呢 將來我們畫這個花蕊的時候 花粉的時候 因為底色比較深 所以呢 我們這個點出來的時候 對比的關係會更有精神 花心這個地方的顏色就比較深一點 我們筆尖沾洋紅 然後沾完洋紅以後呢 記得絕對盡量不要去沾末 我們可以去沾花青 沾花青以後呢 花心的顏色就會比較重一點 沾末的話要很小心 因為沾末很容易顏色弄髒了 那我們就知道嘛 這個紅色的跟藍色的加在一起 就能變成紫色 暗紫色 所以加花青會比較保險一點 這個都是我們在調色的時候 一個訣竅 然後再來就是往外 花瓣慢慢添出來 那從剛剛第一層 往上的地方的 花瓣的顏色我們盡量濃一點 我們現在畫的是那個 反半 花瓣 翻轉反半的這個 花瓣那顏色我們就畫淺一點 花瓣 花瓣一定要記得這個 我們在印筆的時候 都帶側封 那有些花瓣是幾筆補成的 並非只有一筆 一邊畫我們一邊修飾 那剛剛已經畫了反半了 我們現在畫它 花瓣裡面的這個 裡面的花瓣 裡面的花瓣就 顏色要重一點 這樣就能夠秤出 它這個花瓣有翻轉的感覺 為多與平常可分ip 那樣小色要不夠 雖然我請唸 就仔細進去 花瓣 花瓣 河 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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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样也会比较生动 那不过的地方的滑板 我们继续再添加 我们现在再画另外一朵 这个我们画的毛笔一定要有 沾的颜色一定要有深浅的变化 那这个花还没有开的时候 花包它都要包起来 我们这一朵画的就是比较没有盛开的 它这个包还包在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刚刚画的那一层花瓣 就把它画成一圈 然后现在再补里面的花瓣 那里面的花瓣就稍微深一点 这样就能够感觉 这个里面花瓣的感觉 这个花瓣的花瓣的花瓣 就是这个花瓣的花瓣 花瓣的花瓣 也是一樣 花瓣開始 我們在畫外側的花瓣 現在畫的都是反葉的地方 然後再來畫這個 這個花瓣的內瓣的地方 剛剛是反瓣的地方 現在是畫內瓣的地方 讓顏色的深淺 感覺出它的轉折 然後再畫一瓣的地方 在畫外瓣的地方 然後再畫一瓣的地方 在畫外瓣的地方 我們現在用黃色跟藍色 調成嫩綠色 然後筆尖再沾洋紅 我們現在畫這個 這一朵牡丹的這個鵝片 花托跟鵝片 然後再畫一瓣的地方 我們再畫一瓣的地方 然後再畫一瓣的地方 然後再畫一瓣的地方 再畫一瓣的地方 這就在畫一瓣的地方 这个有一句老话叫牡丹也要绿叶秤 这个牡丹的叶子 比较嫩的我们可以调黄绿色笔尖沾洋红 一般大部分的花会如果红色的花会的话 它的嫩叶大部分很多都会带有红色 牡丹的叶子它比较柔和一点 所以我们的印比也是要柔和 跟玫瑰花不一样 玫瑰花的叶子它是属于格子 像皮革的格子 它比较平一点 比较硬一点 所以它的画法又不一样 我们画花会就是要观察这个花会的生态 然后表现出它的特征特性出来 牡丹花要画出它雍龙华贵的这个叶子 跟那个花的这个形态出来 牡丹花可以象征是像一个贵妇人一样 这一集就是画得到局部的地方 我们分为三集 免得片子太长了 免得片子太长了 怎么才会叶子太长了 这个城市太长了 因为这一集就能够购乱的地方 又有了 这种结讶 不可能是一个银子太长了